美国确诊数断崖式下降 来到4万6千多例 不排除是周末筛减量降低所致 全美累计病故人数突破70万人 相当于整个首都华盛顿的人口 总统拜登2号发布声明哀悼 也再次呼吁尚未接种疫苗的民众 尽早施打疫苗 法国新增4900多人 在逐步放宽防疫线之后 各行业陆续恢复营业 却传出有部分行业因为停滞近一年多 出现人手短缺和招聘的问题 目前仍面临生存危机 西班牙数据周末暂停更新 停留在2号的2千多例 因为疫情带动居家办公潮 造成当地的用电需求暴增 电费率创新高 然而疫情已经让失业率骤升 民众在担心民生问题之余 还要面对电价高涨 让当局饱受批评 英国新增确诊下降至3万多例 政府计划取消大部分 目前列于红色名单的国家 将从原本的54个国家 血减至9个 预计7号发布确切名单 德国区县波动大 前一天还在9千多例 最新通报降至4500多例 全国累计超过425万人确诊 9万4千多人染疫病故 日本新增1200多人 疫情蔓延超过一年半 居家办公更是整天宅在家 无法出门旅游 也让民众多出了一笔旅游预算 许多日本人将旅费投资在翻修住宅 专注改造居家环境 意外掀起一波住宅翻修潮 南韩通报2000多例 这几天疫情有趋缓的迹象 不过廉价即将到来 大量的人潮流动 让专家担心疫情可能会继续蔓延 越南新增5490例 疫情趋缓当局逐步解封 10月开始将力拼部分工厂的复工率 达5成以上 印度新增23000多例 为了替喜马拉雅山脉深山的村民接种 印度疫苗接种小组 跋山涉水超过三个小时 为当地1100多名居民施打疫苗 盼望能在年底前为所有成年人 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马来西亚通报1万多例 身为全球晶片供应链的重要枢纽 当地封装测试场近一个月的产能 已经恢复8成 渴望对改善全球晶片荒有所帮助 印尼区线持续下探 从一个月前的8000多例 降至最新通报的1414例 累计超过421万人确诊 14万多人然一不至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